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问出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其实呢也是跟最近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是有关的啊 有一个听众给我们留言啊 他说最近呢在加州发生了许多的案件 那有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在想啊 如果说他突然遇到了什么不测 哎呸呸呸我想帮你敲三下桌子啊 他说可是他是一个人生活在美国的 所以他的亲属呢其实都在海外 他想问一下啊 如果他的遗产在美国的这些遗产 比如说房产啊银行卡里的钱啊 或者车子啊保险啊等等 那这些在海外的亲属应该如何来继承呢 那如果海外亲属来继承遗产的话 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啊 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相信只有专家才可以回答到了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专家呢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好奇联合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 我们的好奇 我们的美女律师好奇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 哈喽好律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欢迎欢迎新年快乐好律师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 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了 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美国的他的亲属都在海外 那如果真的有什么不测 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些财产应该怎么办呢 通常呢美国的遗产呢有几种方式 一种呢就是有遗嘱的情况 还有一种是没有遗嘱的情况 这是两大类 好那么在这个有遗嘱的情况下还有一类就是有没有信托 所以呢这几种方式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如果如果这个人是有信托的 那么在通常在加州的情况下是你要有资产超过十年以上最好有信托 因为十万十万以上如果是十万因为你的资产超过十万的话 自然而然如果没有信托的话就要经过法院来处理 那么那是你有直系亲属也不行 对所以呢不管是你有亲属在美国也好在美国以外也好都是一个处理方式 你只要你的资产在美国超过十万以上你就要经过法院来处理 那么法院处理的时间是相当漫长 通常至少要四到五年 然后呢法院处理的呢它不是白处理 它是要从你的资产中扣钱来处理的 因为资产要有律师代理法院的费用 然后呢中间也许其他比如说亲属来了亲属的费用 亲属的代理费用 所以呢实际上最终的最终的会大量大量的缩水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资产超过十万以上的 也就是说有一栋庞产的或者村庞的 资票有十万以上都应该有个信托 那么信托下之下呢信托里头是要包括遗嘱的 那么所以呢也就是说你有了信托的话 一切基本上就是交代了 你万一出事的话不管人在美国人在海外 你的继承人呢都是知道怎么去处理了 因为你的继承人如果在国外的话 你可以拿着这个信托到时候呢 到这边的银行去取钱 到这边的银行去关账 到这边的房产去转房都可以做得到 那么如果说如果说你只是有个遗嘱 OK那么只是遗嘱 遗嘱把所有的资产留给了海外的亲人 亲人的处理也是一样的 这个在这儿的在这儿不管是亲人也好 你的资产也好总要有个人呢 要帮你去来处理这个 比如说通常遗嘱下都要有一个 帮你处理遗产的人处理人 那么这个处理人就有责任 要到法院去来申请分配 哪怕遗嘱上写得很清楚 我十万块钱全部都给我的侄子 中国的侄子 侄子也不可能直接拿得到这个十万块钱 他必须经过法院 法院判决之后才能拿到这个钱 所以呢就是光拿遗嘱是拿不到钱的 所以第一就要经过法院的处理之后 最终决定了他才能拿到钱 那那个时候的已经缩水很多了 比如说我们过去有案件 就是在有一家三口被谋杀的这个案件 那么南方他只有一个侄女在国外 只有在美国是没有任何亲人的 所以呢所有他都是经过美国的律师 来帮你来处理他将来的遗产的继承问题 所以这个是就是说 那么如果说没有遗嘱没有信托的情况 又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没有遗嘱和没有信托的情况下 要经过法律条文来处理 那么这个条文处理是怎么处理 就是要以跟你的亲人的接近的关系 就是有亲近的关系 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有子女 然后父母 父母来说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没有的话都没有 你要证明所有的这些人一条线都没了 你要有他的子王增速这些证明 你才能轮到下一轮也就是侄子啊外申啊 然后再往下传的这种 这种就是有法律来分配的 那么法律的也是同样 你这里如果资产 你人去世了以后呢 你没有遗嘱 那么要指定一个处理人 这个处理人呢 有可能是公共机构 也有可能是家里的其他亲戚或者朋友 然后呢 这个处理人来负责法院 协调各方面的处理的这个事件 然后呢 把这个最终财产由法院分配之后 才能传给最后的真正的继承人 所以呢 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 那么最好呢 就10万以上要有信托 信托里头包括遗嘱和各类嘱托 那么如果没有信托 只是用手写的遗嘱也是有效的 但是记住没有遗嘱的情况下 没有遗嘱有遗嘱和没有信托的情况下 都要经过法院 法院的流程这时间特别的长 对不对 对 而且费用高 费用而且很高会多水 好 那这个其实帮我们扫了一下忙 我们很多像主持人也是 很多观众觉得说信托信托 不是要这个资产上亿的那些大富豪 才会有信托这个事情吗 没想到其实10万以上的资产最好就有信托 这样的话真的遭遇什么不测的话 整个继承的流程来的话会快一点 而且还能省钱 那想问一下 这个做信托的话是要找律师吗 当然最好是由律师来帮他做了 因为律师做呢 有几个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呢律师比较专业 然后呢知道在哪个方面需要 这个信托里头都包括一些什么文件 另外一个呢万一你的信托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有人去可以找 你可以找到这个律师来帮你处理过去 有可能在哪些的文件哪怕或者丢掉了 或者怎么样 你总有一个依据可以去 所以呢你要是从网上啊 一个所谓是没有责任的 另外呢他也可能网上你根本就不知道谁 也可能这个事情做的不合适 对没错 尽管可能便宜一些 但是呢有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不利的因素 好的没问题啊 好那还是建议大家做信托 是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 像我们好律师一样这样的律师 OK好 那这个信托的费用其实不会很多是不是 对呀很便宜 通常呢就是按一个人或者一家两口 比如说夫妻呢 就是要两个人等于要做两套 所以呢就是都不会超过2000块钱一般来说 这个是不是我们平时英文说的Living Trust 就是Living Trust 对对 这个我都会建议过啊 我当时刚到美国的时候特别是你买完房子之后就有人会这么说 然后那时候有点不高兴的 怎么了我还年轻了 其实对的啊 因为直播间正好有人在问 JJ问到说银行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JJ 信托的费用大概在2000块钱左右 非常的便宜啊 那么银行银行里是银行里不是有受益人吗 还需要信托吗 这个问题 我完全要看对银行即使有受益人也是一样的 那么当然有些比如说生前保险 比如说那个Life Insurance OK 那么Life Insurance是在信托之外的 也就Life Insurance是在你去世以后 上面它是以合约来做的 上面合约上写的我的继承人是谁就直接保险公司就会给人 这个是不需要经过法院的 但是任何的除了人身保险之外的 对都要需要都要那个受益人啊 包括因为你受益人也是一样 你即使有受益人 你没有办法去提款 或者说是去拿他的薪水 或者你比如说我们有客人50岁突然失忆了 人并没有去世失忆了 那么太太二十多年 太太从来没有管过账的 连他的薪水也拿不到 银行的钱也拿不到 所以都需要 所以每个银行他当然有一定的 如果说是跟银行有一定合约之后 我去世以后这个钱直接给谁 有这样的文字在银行的话 一般来说也是不需要经过法院的 但是呢完全要看他当时设立银行是怎么设立的 或者跟银行去交流 你要跟银行搞清楚 我即使有这个文件以后 是否我去世以后 不需要经过法院 嗯明白了 所以信托还是最好的一个方法